让我们关心这里的新闻 关心这里的资讯 在今天早上的天气跟昨天可以感觉到不太一样了 气温明显的下降许多 只有华氏四五十度而已 那么在昨天下雨的这个情形呢 在今天大部分的地区 可以看到今天是属于不再下雨的情形了 那么某些地区呢 今天早上还是会有一些小雨 但是进入到中下午之后 应该所有的雨季都停了 那么这一两天呢 似乎天气状况应该比较像是应景的气候 因为天气比较寒冷 那么到了这个weekend进入Christmas的时候呢 气温最高都可以到华氏八十度以上 所以说今年的圣诞节 将是一个十分温暖的圣诞节 好我们来关心一下 这则来自Bullen的消息 警方表示 一名就读于Texas A&M大学一年级的学生 叫Chance Gibson 在昨天放假回家的路上 靠近乌冷的地区呢 因为车祸的关系而不幸丧生 那么Chance Gibson在Texas A&M是 country和track and field的运动名将 那么参加过很多次的洲际比赛 那么现在警方还没有公布他出车祸的原因 不过对他的家庭来说是十分沉重的打击 他刚刚去Texas A&M念了一学期的大学课程而已 好来看一下这一则消息 他个人为所有在dollar store shopping的人所付出的圣诞节爱心 并且呢 严谨Dollar General的店员告诉这些顾客是他所付钱 若是顾客问起的话 告诉他们是Dollar General来款待他们的 那么这名店员非常感动 这一位女士啊花了差不多将近一千块钱 买了各式各样的商品 他偷偷地照下了这一名女士的容貌 觉得实在应该表扬 好那么在上个星期六 于休斯顿东南区靠近Kulin Street的地方呢 警方表示这一名福特F150的卡车 闯stop sign结果和另外一部 Dodge的sadden相撞 结果车上这名七岁的小女孩不幸丧生 相撞之后 驾驶人和两名乘客都徒步逃跑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名造势者的下落 那么小女孩的家人非常的伤心 现在已经在沟方力上面 希望能够得到民众协助来办理小女孩的丧失 好那么Procter & Gamble 这一个大型生产生活用品的公司呢 表示他们现在有多起的产品 已经被FDA表示会产生癌症 因此现在通通下架或是召回 如果您本身也有这些产品的话呢 可能要丢掉或是退回去了 像是Pantene、Alcea、Herbal Essence 还有Waterless这些洗发精 专门是给干燥头发的洗发精 他们的shampoo和conditioner 现在都是因为发现了有本性 造成癌症的物质在其中 目前呢是没有任何的报道 有哪一些因为用了这些product 而造成的癌症 不过一旦发现有本性 这是非常危险的一种化学物品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昨天德州州长Greg Abbott 他清零了Star County 他来主持了从德州新建的 这个Border Wall的典礼 那么这是继续前总统 川普总统他所建的这个边境围墙之后的 880英尺多的Border Wall 那么在今年2021年呢 根据边境的警察部门表示 他们已经和非法移民 有170万次的接触 已经远远超出2000年 当时最高纪录是160万次的接触 德州州长Greg Abbott表示 新建了这一段德州和墨西哥的边境墙 对德州和美国有多重的保护 好最后提醒听众朋友 在这个假期根据美国的交通部统计 从12月23号到1月02号 在美国总共有1亿900万次的游客 在路上travel50英里以上的距离 那么比去年同期 2020年要成长了34% 那么医生表示呢 在这一段COVID仍然在肆虐的期间 要求大家尽量保持社交距离 那么如果要大型的团体聚会的话 最好做Rabbit Testing 就是快速的测试 还有呢 如果您在飞机场要买东西吃的话 专家建议呢 最好不要在飞机场进食 因为飞机场的这个通风设备 其实不如在飞机中之内好 专家表示 不如在飞机场的餐厅 买了食物之后 进入飞机当中来进食 因为飞机的这个整个空气的循环 以及消毒作用呢 远比在飞机场要来的彻底 好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 谢谢您收听 美军为您翻译编辑博报德州 以及Houston方面的新闻 在这边祝福您有一个非常愉快的星期一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